由民眾13號到台北市北投的一間美式賣場購物 在停車場募集到一輛休旅車撞到柱子 導致消防灑水系統啟動 停車場瞬間變成了洗車場 而募集民眾說休旅車駕駛 還疑似直接離開了現場 美式賣場則回應 受到消防泡沫灑水的車輛 相協助做後續清潔 停車場傳出噪音天花板管線不斷灑水 不只地上連一旁汽車都覆蓋上一層白色泡沫 民眾準備要購物卻遇到這種狀況 當場看傻眼 事發在13號台北市北投區一間美式賣場 二樓的室內停車場 募集民眾發文表示一輛白色休旅車撞上柱子 啟動消防灑水系統 但車子疑似沒有停下離開現場 袁蓬還說甚至有人直接被噴溼 再洗一下就好了 就是可能擔心車子 畫面曝光網友留言笑說 停車居然還送洗車 不過也有人擔心消防泡沫很傷車 這下烤漆恐怕全都毀了 提醒要趕快開出去洗車 回到事發現場 部分車格拉起紅龍 地板上也能看到乾燥的白色痕跡 工作人員忙著維修 對此汽車達人說 消防泡沫還有化學物質 第一時間沒有清潔 烤漆就會有損傷 泡沫殘留在你車上時間過久 可能一兩個禮拜就有可能會對你的車上的精油層造成一些腐蝕性的現象 雖然沒什麼劇烈的毒性 但是會把那個皮膚表面的這個油脂洗掉 當然只要大量的沖水去沖它就沒事了 美式賣場回憶民眾因為閃避對象來車不慎 撞上鑄面消防設備觸發消防灑水系統 事發當下已經派人立即處理 而受到消防泡沫灑水的車輛 將協助做後續清潔 這回停車場便洗車場 幸好只是車子受到影響有經無險 否則撞住車主恐怕還得面臨高額賠償 這台北綜合報導